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北京时间奥有13日晚上 北京冬奥会短道之滑 女子3000米接地决赛已经结束了较亮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我们中国队 本次我国分别派出了范可欣 詹语廷 徐春宇 韩语童这四人出战 在半决赛的时候 中国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行决赛 广场比赛 中国队能否弥补在上一届平昌冬奥会的遗憾呢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金奖广面 今天中国队处在第二跑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中国队的最大拥对手就是处在第一跑道的荷兰队 第一次起跑的时候并不顺利 因为第四跑道的韩国选手前跑 比赛的时候范可欣起跑还不错 处在第二的位置 而荷兰选手起跑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一位 处在第一的位置 完成第一次交接后 我们中国队依旧还是处在第二位 而荷兰队依旧还是处在领华的位置 这个阵型一直保持到比赛还剩下最后10圈的时候 只见我国的徐春宇完成交接后 马上奋力逆转了荷兰选手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不过好景不惨 只见荷兰选手很快发力再次实现了逆转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当比赛还剩下三圈的时候 中国队被身后的韩国队和加拿大队反超 排名调到了最后一名的位置 而荷兰选手已经开始奋力冲刺 并将领星优势扩大 当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的时候 中国队依旧还是处在最后一名的位置 不过我国的范可欣开始展现他的超强个人能力 开始奋力直追 当然比赛进入最后圈的冲刺阶段 只见芳可欣突然爆发 从外道逆转的加拿大选手冲到了第三的位置 只见芳可欣继续在奋力冲刺 而荷兰选手也非常快遥遥领先 最终荷兰队以4分03秒409的成绩无需念夺挂 而韩国队获得亚军 我们中国队获得第三名 荷兰队也打破了该项目的冬奥会记录 虽然这次中国队只掌握了一枚铜牌 但是相比索气冬奥会和平餐冬奥会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起来体育赛事 有我大手的相伴吧 我们下期再会